我们的牛边草种的不多 因为主要是田地有限 我们这里以秋林为主 田很少 在说我们这里缺水 每年种一集之后就慌掉了 因为对上的都是年纪比较大的 人家就种一块田 自己吃 因为场地有限 所以我这里没办法大面积种这个牛边草 所以我们种的两母田的牛边草 只能供给这些小牛肚吃 包括我们下面的那批小牛肚 牛边草虽然产量不高 但是这个小牛肚真的爱吃 牛肚吃了之后 它不拉肚子 它主要是方便 从地里坎回来之后 直接就会丢在这个草里面 都不让二次加工 这样相对来说要轻松很多 场地有限 不然的话可以多种一点 让这些母牛一年吃个三四个月的清炒 那绝对有好处 成本也会降低 我自己背了一台收草机 主要是收稻草 收这种牛边草的话 一点事都没有 如果是大面积种 可以做到机械化 这样人也比较清楚 但是每个人的场地窟有限 只能做到这样 所以只能少种一点 先保证这个牛肚 母牛的话只能每年吃吃稻草 偶尔也会跟他们上点青草吃 青草主要以黄猪草为主 黄猪草也种的不多 也就是四五亩田的 但是那个东西就要靠人工去割了 就比较累 如果有大面积的田 种这种牛边草的话 种上三五十亩 那样就舒坊 像这边有十几多小牛肚 基本上一三分车 可以吃个两天 是绝对没问题的 我们每次扛环牛边草 直接堆在这个草里面 让它们猛吃 反正不用担心 不像别的草 像什么黑麦草那些草的话 吃了还会拉稀 你看这些小药 我们的吃口相当好 都是大口大口的脚 不是最棒的 还会拉上几多小顿 我们五十五十三分头 我们五十二分钟 我们五十二分钟 我们五十三分钟 里面